回到FOS加大端體種聯合直播的UBA大量流言賽 公開一集在第三階段為您帶來在政大體育館的網路直播 在我們這階段兩地開打除了在台科的比賽之外呢 在政大的比賽剛才結束的高師大 在第二節開始激起直追在中後半段第四節 拉開比分95比73擊敗了德林 在這場地的第二場比賽將由文化大學對上明道大學 文化跟明道在這個階段特別對明道來講其實格為重要 對於中半段中段班的球隊來講 文化大學在至少在這個階段他沒有空手而回 所以在戰績上面雖然目前前進八場可能還需要努力 但已經暫時脫離了要降級的這個亂級團圈 文化目前戰績是五勝五敗 而另外明道大學呢是兩勝八敗 那雖然有曾柏玉以及林明義弟弟林明偉 這個在後場形成了新雙槍 不過在內線的戰力比較薄弱 特別是高度是他們今年的硬上開一集的冠軍 那在今年文化大學的先發舞人 余孟雲 古城城 林憶恩 李哲維以及邱永俊 明道大學依然還是以曾柏玉拉頭牌 搭配了林瑞昌 陳曉峰 蘇柏軒以及吳振威 剛才提到明道大學的硬傷是他們 競爭對手 明道當然這樣球他能拿還是要拿 因為他拿的話他保十二就能夠留在這個公開一集 雖然沒有辦法搶進八強 今年他們能夠保擊就算是完全階段性任務了 明明留在公開一集有機會 當然 當然 但是現在感覺文化不只是保擊 對 伸出來拱一下的這種動作都不允許 曾柏玉雖然現在沒有推進的速度 在第一個階段的時候已經瘦了 瘦很多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左邊地角出現了空檔 Wide Open Sharp 吳振威 吳振威的出手是兩段式 對 他先圖Motion 而且在空中停這麼久的出手 楊章 楊章又成張 上面都可以給予球隊很大的貢獻 余孟雲在今年畢業之後也想要投入選秀 剛才完全猜中了曾柏玉的傳球 第一次的地方就是文化大學就是兵多降寡 靠體能打這個高壓高強度的比賽 也許可用之兵相對都非常少 而且在球場上面整體的體能的狀況 因為人員調度的問題 明顯高之大要利用快速的比賽的攻防 才把比分慢慢追平甚至拉開 那這場比賽其實一開始的起頭也是一樣 楊章後尺把這球子再給單臂給爆了回來 推一步 三範圍射擊 所以這是一個才會線上的兩分球 Long 2 李承宏來自東泰 李承宏過去在東泰其實上場時間說真的是比 這種小動作其實蠻多的 而且那個時候好像這樣的動作比較不太吹 場上現在需要一個進攻的主軸 腳步上有點混亂 但還是往李采 來自都是在目前八場之內的排名 所以變成說本來就是比較難對付的球隊 不是他們打得不好是對手因為能力或者是球隊 所以可能變成誰因球誰保擊 那文化跟高師呢有可能是誰因球誰進八場 明道這個球打得非常有耐性 大場內的球隊 那命運跟台藝大支有點像 總算靠著崔永俊擺脫了這一波的得分甘漢 外丟 丟到了明道的球員身上 曾柏鈺往藍底撞 看他最後的腳步 這即便看起來其實他沒有擺脫 但是他還是知道出手的空檔跟縫險 文化反正就是我攻不進 但是你也不要想得分 我們兩個就同歸於盡 交土戰 對 喔 哇 這個好有力啊 邱永俊 就轉身之後把對方大學 劍醒都一樣被文化的交土戰 對 給甚至打到必要強角 好球 這次傳切成功 余孟雲的助攻 到文化大學的手中 這次如果不能快的話就要慢囉 行劍的拋頭 上半場最後一擊 想要傳遠邊沒有時間 余孟雲 在空中 還有一個拉開 這邊重新算 打板 打板 文化大學的防守的強度 不會讓你這五分上來的那麼快 對 更何況現在是七分的差距 所以這個時候明大學需要分數 需要籃子 凡哥你記不記得以前喔 很多老教練講過一件事情 說 防守啊 需要 吳風才 all the way 這個點 今天他好像沒有什麼太多 機球的空間 對 生活運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 文化隊他等於是box one 當然這個box 也許是一個縮小的 他做到一個 這個pick and roll之後 其實整個文化大學 遇到這個對手的pick and roll 的系統 他基本上就是做到這個double team 轉身 挑戰籃框 連續動作這球流進去了 對 明道大學的其他幾位的封位球員要 比較extra pass 這個空檔造成了絕佳的投射視野 林毅恩 吳震偉 往裡擠 三分打的機會 M1 One more 通常啊 對位的球隊 敢守一丁四區域 也是看準了 你其他的球員在處理球的成熟度上不夠 對 才敢這樣做 哇 又是吳震偉 這球轉進去 轉出來又轉進去了籃框 古城城 今天的 哇 還是吳震偉 對 好球 由吳震偉串起來的進攻點 形成 又是吳震偉的low pull 然後切底線 再往中分 沒有這次選擇自己來 因為前一波其實中凱震有一個往中 一定要再做戰前防守 那或者是說拍一個身材條件比他好的球員 去 去 對位到吳震偉 那等於吳震偉 強的強的回到了文化的手中 三打三 吳霜才 往籃底靠 空中的對抗這一球 在空中 有聽球的感覺 差點要停在籃框上 楊浩維 外圍的大空檔 對 明道大學在下半場 在 下半場 在 hi low 高地緣連結這球 在空中裡面拿下來 直接擺進籃框 現在的比分是55比44 文化大學領先11分 地板動作之後 這球在左半邊 出現了空檔 有沒有機會呢 好球來了 蘇柏萱 對 也是明道大學 率先拉出5比0攻勢 越大 越解決 你可以看到明道大學 整個進攻範圍拉得非常大 尤其是射手 都是埋伏在底線的兩側的0度角 保留中間的這個動線 搶回進攻籃板 360度的轉身傳球 在前面已經是上演空城季了 輕鬆端進2分 蘇柏 回頭神射余孟雲 文化真英雄啊 這球也非常的景顯 李承宏 在這波當中 只有兩名球員摸到球 余孟雲這球帶了江 吳震薇 還是輕了 這球再強回來 在空中2波3波 都是明道大學的空中起跳 真的是拚啊 第一時間藍底下 已經進到進攻的達建群 這場比賽已經宣告結束 體能的問題了 因為明道大學也沒有 也沒有體能 往內那個 這個靠近藍光的地方去切入了 吳豐才單手端籃了 出菜 要把你的體能給耗掉 吳正維 零去球波的fingerroll 之後也不會犯規了 第一時間出球做得很快 這次的快攻 三線標準的三線快攻 而且中間做了四次的傳球 沒有任何人去做運 當然也不是真的是幸運 因為最後的階段 陳輝教練在最危急的時候 將球交給余孟雲 余孟雲也成功完成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三分線的投射 奠定了比賽的勝利的基礎 余孟雲的內球球進之前 雙方只有兩分的差距 而且在當時明道大學追到只有兩分差距 那當時呢 明道大學在第四節拉出一波11比2的攻勢 但在最後看下來 雙方在第四節戰成了平手 等於明道在第四節的開局前五分鐘 真的是白忙了一場 蠻可惜的這樣比賽 其實明道事實上有多次了 在第一節事實上雙方拉鋸 第二節其實還一度領先文化 但是文化在第二節結束前 其實感覺余孟雲今天的兩次三分球進 其實都對勝利帶來的一些意義 的確 非常重要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你在整個球隊裡面 除了團隊戰力的發揮之外 你一定要有這種所謂的Key Player 在球隊裡面扮演的領導的角色 那在決勝期他能夠跳出來 不管是他的體能技術 或者他的心理素質 都要優這個過人一等 好 雖然這場比賽兩隊的動力 在那邊 他就像一種類似的 我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 我沒有想到 我可以這樣說 他是想把握手 像一個人 誰想把握手 但我可以這樣說 我可以這樣看